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熊荣江 2024总统大选起跑 赖清德今天亲自前往 民进党中央党部登记初选 他说请国人给他机会带领国家 一起拼经济 护民主 强国防 保和平 我们都是台湾队 让台湾成为民主世界的MVP 那蓝营方面 昨天传出 征招侯友宜已成定局 要等到5月市政总咨询结束 侯友宜今天受访依然是空话回应 但是呢 每天讲这些没有内容的话 台湾民众听得下去吗 那如果拖到5月才征招 蓝营会陷入什么样的焦虑 选战要怎么打呢 有人建议侯卢配天下无敌 但是两人都才连任不到半年 双双落跑 能看吗 还有人点名李四川接新北 将启程接台中市长 再加上还有一堆议员都想选立委 蓝营全员落跑中只为胜选 完全不顾跟选民的承诺 台湾民众都不在乎吗 不过在蓝营的社群当中 讯息战已经开大 赖清德的谣言满天飞 包括赖清德选上的话 两岸会战争 两个儿子都在美国 赖清德会逃到美国避难等等 不管是蓝营或中共的讯息战都很及时 原住民立委高金素媒昨天指寻陈建仁 竟然是用简体字做简报 内容更是质疑美国跟台湾 让陈建仁罕见动怒 完全忽略威胁与挑衅是来自中国 高金素媒是哪一国的立委呢 同样的状况还发生在国内学者 发起反战声明 强调要和平反军火 拒绝美国的军事主义 这些学者要不要去中共反战呢 应该去中国 会不会是搞错对象了吧 又不是台湾要发动战争 但为什么国内有这么多人 搞不清楚状况呢 俄罗斯的妈妈才要发起反战 呼吁普丁撤军吧 但是俄国的军机撞回美国的无人机 美俄冲突一触即发吗 还有桃园神社的天兆大神 被市府送回日本 一开始说是活动结束 后来被发现是长期合作 桃园市要重回仇日的义势形态吗 最新局势发展 今天节目中都有深入的分析 先叫来宾 首先是民进党新美市议员 卓冠廷 宋相哥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再是台湾智库策队长王一川 大家好 政治评论王建民 大家好 还有资深媒体人周玉寇 大家好 再是国民党新美市议员 叶元芝 中江好大家好 自认美点秋名誉 中江好大家好 再是财经专家许青黄 中江好 大家好 好 现在关心副总统赖清德 今天早上亲自前往民进党中央 完成总统初选登记 最骂迹的政坛兄弟潘梦安 驻正下副总统赖清德 来到民进党中央 缴招500万元保证金 看民调费 正式成为党内总统初选参选人 今天我则是以无比坚定的心参与民进党总统初选 希望争取党内同志以及台湾人民的支持 台湾位置印太第一岛链的关键位置 直接面对来自中国的文攻武嚇 不择手段的外交打压 还有大湾核战两手策略的种种威胁 我们必须要团结一致 请给我机会带领国家 团结国人一起拼经济 护民主 强国防 保和平 赖清德期盼完成守护台湾 促进民主和平 看繁荣的新时代使命 身为棒球迷的他 也引用经典赛概念 喊出team Taiwan 我们都是台湾队 team Taiwan team Taiwan 让我们一起加油 让台湾成为民主世界的MVP 我们看到赖清德今天到党中央 去登记总统初选 他有提到在包括民生经济 也带到内政外交跟国防 他说请给我机会带领国家 他说我们都是台湾队 team Taiwan 挺台湾 让台湾成为民主世界的MVP 先讲名誉 现在蓝绿的态势如何 今天是不是有一份最新民调 到底显示的状况是如何 我先讲了赖清德今天早上去登记 外界很多人的观察认为说 赖清德比起四年前 他今天戴上了这个紫色领带 因为紫色领带 其实你仔细观察 他在很多的重要场合 都会戴他那个紫色领带 那大家就认为说 这次不管是他在 这个态度上面 譬如说他去登记的时候 露出笑容 包括他今天演讲的内容 都非常的精实 包括国际基础建设 都面面俱到 大家认为说比起四年前 他其实是真的很进化 变成赖清德2.0了 这次更展现出领导人的一个风范 好那回过头来 刚刚讲到民调 这个刚好怎么那么巧 今天赖清德登记就有一份 所谓的这个正传媒民调就出来了 那这个民调当然会给赖清德 打了一记强心针 不过这个也是国民党的一个警讯 我们先来看这份最新的民调 如果说是萨喀都 赖清德侯友宜跟柯文哲 三个人对战的状况之下的话 赖清德39.3 将近四成的 这个赢过侯友宜的27.8 侯友宜现在是整个掉下来了 那柯文哲是18.2 那我认为说柯文哲 他的民调往年都在两成 所以这对柯文哲来讲 他基本上是文风不动 那我们再来看 如果赖清德对战 郭台铭跟柯文哲的话 赖清德的幅度 是已经超过四成42.4 那郭台铭是20.3 柯文哲是18.3 那这个民调可以显示说 即便郭台铭加柯文哲 两个加起来 也打不过赖清德 所以看起来郭台铭 确实是有点岌岌可危 那再来我们来看 但是蓝营会觉得 侯友宜还是最高的 是 郭台铭看起来还是弱了一些 没错 但是这个民调可以显示 就是侯友宜的 现在的趋势是往下 而且跟赖清德大幅的拉开 那我们再来看 那如果不是萨喀都 如果是两个人PK的话 我们来看 赖清德 他是44.4 也赢过侯友宜的40.2 这个以往年 都是侯友宜赖清德 这次的民调显示 这个赖清德已经开始胜出了 而且开始距离有点拉开了 那如果赖清德PK郭台铭 那就赢更多了 赖清德基本上是超过五成 郭台铭是32.6 那我觉得以这份民调来看 对郭台铭确实是不利 因为郭台铭如果要想回国民党 他必须要能够证明 他可以赢侯友宜 但是你看不论是三个人 或者是一对一PK 郭台铭其实都大 不但赢不过对手 还大幅的输给了侯友宜 所以我认为这对 郭台铭的一个形式来讲 是非常不利 那这个民调也有做一个 很有趣的部分 他这个标题 还对柯文哲蛮不利的 他说如果柯文哲当选几率小 你会不会考虑投票给其他人 那这个有显示 17.4的人会改投给国民党 那16.2的人会改投给民进党 那另外呢 对柯文哲非常坚真 不会投给其他人的高达四成五 那这个显示 就是说如果柯文哲 你觉得他不会当选的话 还是比较多的人 是会投给国民党 所以代表说这个柯文哲 还是会咬到国民党的票 支持柯文哲或者民众党的 还是偏蓝居多一些 是那我们最后再来看 这个民调的细部选项 我觉得这个对侯友宜 真的非常的这个一个警讯 是说如果是撒喀都的状况之下 他是做整个地区 这个细项的分析 我们就来看新北市好了 新北市 你看连赖清德都45% 大幅碾压侯友宜的26.9% 怎么会这样子呢 这在新北市 新北市 侯友宜本命区 怎么会只有26.9% 客观则是17.2% 所以那我在讲 赖清德跟侯友宜PK的话 你在新北市 赖清德也是49% 赢过侯友宜的41% 那你看我们就撒喀都 因为我觉得撒喀都 比较符合现实的政治状况 你看他在45% 当然不用啦 你看其他的台北超越 基本上侯友宜都输啦 可是我们只要来看 侯友宜的本命区 他竟然只有26.9% 我觉得大概三个状况啦 第一个状况是说 因为赖清德本身也是新北人 因为他是那个万里出生的小孩 那所以我认为说 两个都有地缘的关系之下 侯友宜逃不到好处 那因为赖清德本身也是新北人 第二个我觉得 还是说整个新北的民众 对于侯友宜要落跑的这件事 不能谅解 对落跑就是一个原罪 所以你看如果说两个人对决的话 侯友宜才会 哇整个是已经被碾压 45比26.9% 第三个我认为说 侯友宜扭捏啊 迟迟不表态 好好做事 连光晴姐都觉得 这已经是一个噪音 要去举报他了 那他今天面对大家的这个质疑 还是一直什么 好好做事 我要做事情 就是民众有点不耐烦 再加上说 我刚刚一开头就讲 赖清德今天在他的演讲当中 展现出他领导人的一个气势 你相较于侯友宜 人家问你什么 都好好做事 你已经吵声了一个状况之下 内容一笔是差太多了 是 一个人都已经准备好了 要把国阵展现给大家 那一个人还在厚厚做事 又在扭捏作态的状况之下 我认为这个民调幅度 会越来越拉开 是的 所以从这个局势来看 这份民调 绝对有他的参考价值 那虽然就说 只是这个赖清德今天去登记 但是现在看起来 赖清德的这个形势 会不会一直往上冲 然后侯友宜会一直往下掉呢 来新网怎么看 如果说是从这个新北市 侯友宜的本命区 竟然拿到只有26.9% 那显然照这个局势下去 如果全台湾的民众 继续听那个侯友宜 每天在那边讲 好好做事 还有什么新北的愿景等等 那个幅度会不会越拉越大呢 我给他一个结论 他的幅度肯定会越拉越大 为什么会越拉越大 因为其实你可以发现 就是在地方选举 跟在中央选举的层次 对民众的意义来讲 是完全不一样的 其实在过去这几年 你会发现台湾的民众 越来越分得清楚 越来越分得清楚什么呢 你是选地方的选举 我是要找一个可以服务我的人嘛 就好像我家前面水国不通了 我家前面那个灯不亮了 那我要找谁来服务 这是一件事情 但是呢面对国家 国家定位经济的发展 还有面对两岸外交的问题 处理这件事情的 对民众来讲 这又是另外一个人 两个是不同的层次的人 所以对民众来说 你可以看到 尤其是中间选民 对于地方层次选举 和对中央选举 他们分得是越来越清楚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 对于中间选民来讲 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侯友宜对于中央国阵的论述 其实不多 他一直在跟你谈 这个呵呵这事情 谈的都是新北市的市政建设 可是那你没有回答到大家 那请问一下 在国防上面 对于美国采购武器 那你侯友宜是支持还是不支持 这件事情 可请不要忘记 在国民党的党内 是有像陈玉珍这些立法委 认为说 台湾这时候采购军备 会刺激中共而已 国民党是有这样的声音 那请问对于陈玉珍的意见 你侯友宜认同还是不认同 大家会问 他会说每个人的每个角色不同 然后言论我都尊重 对可是未来你要执政 未来你要执政的时候 你执政的方向 就只有一种决策而已 你决策不可能说 我尊重陈玉珍决策 纳入作为一部分 那我支持侯友宜的决策 觉得侯友宜也纳入一部分 没有这样子的嘛 你要买就是要买 不买就是不买 这东西一翻两盆眼 但你侯友宜没有给大家一个答案 这是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 侯友所谈到的 现在两岸外交的问题 他不谈也就算了 但当他一谈到的时候 你看 不要做强国的旗帜 这个讲法一讲出来 这个讲法讲出来 发现跟中共的讲法一模一样 你知道最近这几天 才发生什么事情 美国澳洲达成了要新建 我们讲说潜艇的协议 对不对 那核潜艇的协议 美国跟澳洲一达成之后 你知道在澳洲就有媒体 亲中的媒体提出来什么 说澳洲不可以当美国的棋子 这个讲法是不是跟他讲说 台湾不能当美国棋子 是一模一样的讲法 对于澳洲来讲 新建潜艇是保护我澳洲的国家安全 这跟澳洲去当美国棋子 有什么关系 而且澳洲期望最先进的潜艇技术 美国比法国更能够优先提供 所以澳洲最后选择了美国 你看这个讲法是一模一样 跟侯友宜现在讲法一样 那所以大家就会怀疑一件事情 那你侯友宜的两岸论述 到底是切在哪个角度 你没有告诉大家 所以当赖清德把他的国家政策的愿景 他的理解越讲越多的时候 那当然相对之下 那我请问你 作为一个台湾的中间选民或是民众 你在看的时候怎么看都会觉得 侯友宜讲不清楚的部分 赖清德反而越说越清楚 甚至过去对于赖清德呢 他的这个我们讲说企业的部分 他懂还是不懂 你知道赖清德这几年 花了很多的时间呢 在台湾了解台湾的企业需求上面 赖清德跟很多的企业家 还成立了读书会 知道台湾下个阶段要针对 所谓的这个净零碳排的这些需求 所以你可以发现 赖清德在国政上面 从外交两岸一直到经济的部分 他都在琢磨了 但是侯友宜的部分 请问你 对台湾未来的企业发展 电力政策到底需要什么 你有办法讲清楚吗 也没有 所以你看 从台湾的内政的发电 然后一直到台湾的国防 外交两岸 侯友宜都讲不清楚的情况之下 那当然就出现一件事情了嘛 对比之下 我对赖清德有信心的人变多 但是侯友宜再不讲清楚呢 能够支持他的 可能就剩下很铁板的那一块 但是铁板的那一块 你会发现 对于深蓝来讲 在看侯友宜的时候 还是会有疑虑啊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有一块是侯友宜迟迟迟 无法把他拼凑到 自己的支持项目的原因来嘛 所以你看郭台铭始终有一票粉丝 也是坚征着要支持他 然后最后 我来讲一下这个民调 这个民调 其实最有趣的地方在哪里呢 这民调最有趣的地方 其实是在讲一件事 不管是侯友宜加柯文哲 然后或是不管是郭台铭加柯文哲 他有可能三方都出来选的时候 赖清德都是赢 但是呢 他做了一个很有趣的选择 他的选择是什么呢 在选向这个柯文哲去加 这个侯友宜的时候 或是郭台铭加柯文哲的时候 蓝白如果合的话 其实是有机会可以赖清德的 至少也是输一点点而已 所以不免让人家想到 这个民调出来 是不是在呼应 或是回应过去这几天 赵绍康 连胜文 甚至赖世宝 这些人都一直喊着要蓝白合 但问题在哪里呢 我知道有一票人 在后面运作希望能够蓝白合 而他运作的模式呢 就是告诉柯文哲跟国民党这些人说 立法院长的位置 行政院长的位置 还有呢 国家几个位置 大家可以考虑看怎么样去做分配嘛 怎么样分 谈好了怎么分了之后 大家就可以合作了 但问题是 各位去讲一件事 立法委员的选区跟部分区要怎么分 难度都很高了 你还跟人家谈到后面立法院长 跟行政院长的位置 怎么去做分配 这个就是一个高难度的操作 而且民众看到这位觉得非常的反感 你还没有选赢 就开始来分官封诀了 终将你讲到关键的重点 我刚刚为什么谈这一段 因为这段 各位观众朋友 可以从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一直看到有人在放这个风向 所以你去看 赖世宝谈的 连胜文谈的 赵绍康谈的 他们在讲蓝白合的时候 那我只请问一件事情 位置都谈不好怎么瞧的时候 你怎么合 你没有合的空间嘛 所以换言之 当他们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 对民众来讲 我身为一个台湾的民众 我要听的是 你要把台湾未来要带到哪个方向去 你要给台湾怎么样 一个更好的未来 而不是听你们在这个地方 分封爵位 分封位置 这个对民众来讲 社会观感只会越来越差 的确一份民调可以有多种解读 那现在一份最新民调 我们就来看 现在蓝绿的态势到底如何 那为什么侯友宜对于蓝银来讲 现在是一个最强战将 但是在本命区 怎么会落得这么低呢 冠庭怎么样看 为什么新北市民 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想法 明明他拿到百万票 连任 才几个月而已 为什么在这份民调当中显示出来 他只拿到26.9 然后这个赖庆德可以到45% 周翔哥我先讲 这份正传媒所做的民调 他执行民调的时间是 3月13到3月14 这个时间点是南投第二选区补选之后 所以这一份民调有非常大的指标意义 我想讲结论 结论就是 侯友宜他的民调的持续下滑 这个趋势不仅没有停止 而且显著的下滑 在南投第二选区补选之后 可以说是雪崩式的下滑 如果我们看分区 刚刚清皇哥有提到 在整个分区当中 连新北市这个侯友宜的本证 他都大幅的落后赖清德 如果要讲全台湾分级区 把柯文哲 侯友宜 赖清德 三个候选人放出来 只剩下基隆 宜兰 花东 鹏 金马 就是里岛跟东部地区 回一一个地区侯友宜赢 你能想象吗 只剩下东部跟里岛赢 其他全输耶 而这一份民调做出来的意义 我认为有几个迹象 跟可以讲结论 第一个是 侯友宜他的绕跑 所造成的影响提早发酵 为什么会这样讲 过去这几个礼拜的时间 其实国民党跟民进党 各自出招 民进党当赖清德主席 他喊出说 我们民进党不鼓励 所有的现任的党公职 你去选其他的公职 虽然说是宣誓意义 但是态度有展现了 对照起国民党 国民党当时的反扑是什么 你们民进党 也很多人 以前是有公职 去选其他职务 把他列出来 这个列出来的工坊 是为什么 其实明眼人都知道 其实是要为了 国民党内现在民调最强的人 侯友宜做一个准备 做什么准备 要做侯友宜有一天 离开新北市场岗位 去选总统 不是落跑这件事 如果国民党的这个论述 是成功的 照理讲 以国民党现在跟民进党 两边都感觉往 向定于一尊的方向在走 民进党虽然说 也有其他挑战者 可是看起来 赖清德主席会出现的 几率最高 国民党 虽然之前有推说 郭台铭 甚至朱立伦等等 可是当所有的国民党的 不管在媒体上面 在舆论上面 或是所有的私底下场合 都认为说 侯友宜是最强的人 照理讲 这个定于一尊的态势 已经出现之后 把侯友宜 不是落跑这件事情 做先做消毒 应该是要有效的 对 可是你看民调上 很显然不是这样 为什么 你看到连侯友宜 他过去各式的民调 民调最高的都是 新北跟双北 结果没想到 郑传媒说明明明 做出来 整个中部以北地区 最低的地方 民调最少的地方 就是新北市 这个部分 我要跟大家讲 你能想象在新北市 侯友宜的阿爹 此时此刻 刚刚去登记 要选总统初选的赖清德 输到快20% 所以这件事情 我认为国民党 这是国民党家务事 可是确实 我认为侯友宜 他的问题 有被看到 有可能国民党 一开始都没有去考虑到 这个落跑的效益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部分是 我认为团结 确实会带动刺气 今天早上 赖清德主席 他去登记参选 就是要代表民进党 参选总统嘛 我们今天新北市议会 民进党党团 不分派系 不分世代 很多的议员 只要今天早上 有时间到的 整个在新北市议会 我们召开记者会 表达一个支持的态度 我们一到现场 记者朋友就很厉害 他们就点说 各派系有谁没到 只有点完说 各派系都有到 过关 这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民进党内 现在 我们虽然说 结果还没出来 可是大家已经 就是要挺赖清德的态势 很明确 对照国民党 国民党 现在 你说侯友宜 感觉说 我刚才讲 很多人讲说 他声望最高 民调最高 可是你看三不五十来一个 有人说卢秀英很强 三不五十有人说 郭台铭还是有机会 三不五十有人讲 最后朱立轮会 最后自己主帅上阵 所以对照起 已经团结的民进党 跟国民党 现在到底谁出来 跟怎么出来 要不要初选 还是要征召 国民党内意见还是不同 民进党是来 主席是赖清德 可是初选来 要挑战就来 对 这个部分我认为 影响整体的士气 跟团结 第三个我觉得 除了落跑 跟除了团结以外 我认为 侯友宜跟赖清德 两个人的对照 被人民提早检验 为什么 这几天侯友宜 他的所有的言谈 更被媒体跟社会大众 高度的关注 因为你看哦 刚有媒体人 刚有人讲说 你外交空洞 你好像讲不出什么 像样的东西 侯友宜他居然跳出来讲 新北市是最大城市 我们最大事 做大事 你去看所有网友 其实不分蓝绿 是笑成一片 你能想象一个 要选总统级的参选人 而且是国民党内 声望最高候选人 当他现在的发言 已经变某种程度 变成笑话话 变成被大家 三笑的对象 这对于他们凝聚跟团结 是非常不利的 这些民调 接下来陆陆续续都在做 我在提醒侯友宜 你再继续讲 对民进党来说很开心 因为你就继续跟韩国瑜一样 高雄发大财 大家一直听 一直听 一直听 听到最后 人家当这个记者 都不再问你 这些题目的时候 那一天就是 你也没了